天平第七 请各位翻开第几页 69页 接着我们看《字道禅师》 生字道广州南海人也 请一曰 学人自出家满灭谈经 实在有语 未免大义 愿何上垂毁 主位 你看 又来了 又来了 主位 《字道禅师》出家很多年 但是他这一辈子专攻什么 大灭谈经 他专攻大灭谈经 但是专攻已经十几年了 专攻已经十几年了 还不明白什么 到底在写什么 所以今天 有没有 来向六祖大师请义 希望大师跟他开草吗 所以谈到这件事情 我就想到早上 今天早上差不多十点的时候 有一个老菩萨 六十几岁 然后他就到我们山上的学院 然后到了山上的学院之后 第一次呢 我们就第一次见面 打完大呼之后 他进去场场里面 里人火之后 然后呢 他就开始问我一些问题 因为他看到我在看书嘛 他说 书嘛 你去看什么经 我说 我在看六祖 担经 我说 这不经 你再看过来 他说 书 我再看过 我说 你现在都念什么经 他说 书的现在都念 经当经 有密度的经 有数经 佛门品 雷当经 我说 你念什么经 我说 你念什么经 我说 你念什么心得 他说 他说 死好死坏 我恰恰就这样讲 死好死坏是什么意思 他说 是要很坏心念 他说 是要很坏心念 我说 很坏心念要这样念 他就跟他很真实的跟我这样讲 他说 他不舍望到西方的一个事 他说 他这世人不能够到西方的一个事 他只希望他下辈子才能成功 我下辈子就跟我讲说 那你现在就给你成功 然后笑一笑说 他问了很多问题 那我来问说 你这个重心之外 你来做什么呢 他说 他走到任何的事连去 只要有事物给他讲 做方法 他回家就做了 就去做那个方法 输家最坏 他就最坏 他就最坏 他如果脱了皮去问输公 他就很赞 输家就叫他念白衣神座 他就用白衣神座 他念一念之后 身体也不然好了 病也好了 结果他到其他寺庙 师父跟他讲说 哎呀 你这样想的伪神 你应该拜华华经 一字一拜 结果他回去果然就拜华华经 一字一拜 到今天为止 拜四部华华经 拜四部华经 我就问他说 拜四部华 总共拜多久了 拜四等 总共拜十几年 拜四等 十几年 一日一拜 一日一拜 你才华华华经 五十万次 你知道吗 所以 所以实在的 我还在跟他讲话当中 他对佛华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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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然后 他说了他说 他还把他的肩膀保护起来 你看看 他说肩膀带到都怎么样 都死了 哎 就是很 就是很 很正直的 对 他就是这样子 那各位 所以 这道陈生 他是个出家人 他看了 面凡经十几年 他就一定会懂吗 所以各位 那一样的道理 你以为说你变如禅间上完你就会懂吗 你只上一遍你真的会懂 所以 所以 正常有很多人想修行 但是他还 他对佛法就是不太懂 他问题 他的心 我们这些知识问题 我们这些知识问题 对别别 他这些知识问题 我们这些知识问题 对别别 知识问题就是要藏着 要不要修复 然后我就跟他开招 对 开招完 开招完 然后就扣了 他已经出来 他说我来招佣好吗 我都认真不思议 我没有欠习 我没有欠习 都拜托的人 就和我招佣贼 我说 快来快来 你就再拜托了 对 所以有的学佛 他就从性体的角度进来 那有的呢 不同的读基点的角度进来 每一种人都有 但是诸位 但是我们日己 不能够那个熟悉 恭敬的心 尤其你必须在深深入经上 那你要去明白这种概念 所以各位呢 所以当我在读谈经 一个很深的感慨 就是说 以前这个一经深入 我没有很深的感慨 当我读 一直读谈经 我看到很多的公案 我一直拿去深这种概念 为什么有的谈经在这些 但是我们偏偏就不够到这个样子 很奇怪 人家已经在释放给你看了 那我们哪个人又不做聪明 想要啊 我会不怕我会不怕 所以有人跟我讲说 你自己 心头要聊天 所以这一次礼拜天 要去山上的人 聊到其他人在想说 师父啊 不要有什么 你会不怕我 你会 wanna say 你会不怕我 你不地方可以 那你一定会说 你不要再讲那个话了 各位 你不要再讲那个话了 你自己想清楚 你到底要再说什么 那你要好好修制什么话 我们想好 想好 想好 那当然你还有很多疑惑 各位你还有很多疑惑 有一位神是在问我 诶 师父 我想修立竿经了 但是我又没有把握 我怕以后会变孤伏也果 如果我没有念佛 以后会变孤伏也果 我现在跟他讲说 你修任何的经纵使你没修任我管 当你是一个清晴的修行者 你只要一念想管得在哪里 你就回去 你放心好了 所以像这些问题你们都有 只是你们可能没去问而已 等到你要去选择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好像固执失敌 好像说 什么都要 但是你怎么都要不到 因为你没办法做一门神论 这道成熙竟然是这样 接着我们看经文 诗言 乳何处问你呢 你看六五大字经 单损了 一带有点肥 这个很多学生 很多学生有时候将去参上 我问他说 为什么将来参上呢 他说所有中文 kull 他说 imposs参上 Bach 那个别人 他说怎么要帮 Zach 很多前面的人都没有在问 我自己说呢 他说可以令我帮 visits colour 上帮忙 他说van a visual... 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我的问题,所以我听得很烦,所以我常常都专心了 叫我,叫我有人问你什么? 所以你问谁会不一样去吗? 你学佛你的决心跑进哪里,连问题的你都不知道吗? 所以唐佛的唐佳心这么讲说,你哪里不懂你就问啊 如果说你现在读乃本心,那你不了解你就问了 看你哪里不了解你就问了 真的都不知道怎么问,很奇怪啊 这个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你丢给你问我,心太有问题了 接着若主大师讲完了之后,日到就讲说 因为罪行无常,无事生灭谎,生灭灭语,即灭为的 主位这个画起来 这首祭要飞,你飞过了吗? 我记得,请主位飞过这首祭 主位这首祭 对我当作相当的大 主位这首祭呢,它当然有个典故,它有个故事 这一首祭原则上来是释迦摩尼佛,他多生累劫,是一个修心的 但是他一直要去了解 真正的什么 大臣的内涵 所以他一直休息都得不到答案 只到有一天 去遇到罗岔 所以故意去讨厌他 而讲出了这首祭 但是呢,要讲出这首祭作为条件 就是说他很久没有吃东西了,他肚子饿,他一定要吃人肉 他才够饱 所以释迦摩尼佛就跟他讲说 你只要告诉我这一首祭 后面那两祭,我愿意用我的身体 供养给你 意思是说我愿意为华舍身 为之外呢 事实上依我的脑袋 我们都觉得这是天王夜谈 我们脑袋都觉得这是天王夜谈 这位时代在天天 如果我问你 以前的人要穿衣服算是天王夜谈吗 算还是不算 不算吧 有没有这段历史 有 华哥,那我问你 以前人没有穿衣服才几千年 大不了四五千年,对不对 但是这位 我们的生命 到底在这个时光隧道那个红酒当中 你知道多久了吗 你知道你经历过多少事情了吗 你都忘记了吗 你以为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吗 你以为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吗 就像什么,就像我们祖父祖母 你跟他讲说 就像我们祖父祖母 那一代 他们年轻的时候 你跟他讲说呢 人可以上拉这个月球 打死他,他都不相信 对不对 所以真正登陆月球也是什么 这二三十年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最近 差不多这半个世纪的事情 所以你从某那一代 还是觉得这个天外月球 那你说 你会觉得说真的有个修行人 变成这个样子吗 真的 也不用华语 对 那是你做不到 为什么你做不到 因为你觉得 你的 生命比 华还重要 所以做不到 但是释迦摩有他那种的华 比他的生命 还重要 所以他做不到 所以就这么简单 所以做不到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教科家叫朱敏 朱敏 朱敏就是我们一个学生的老师 我们现在 我们今天班一个学生的老师 那老师 这个故事是我们那个学生讲给我们听的 因为老师很幸运 我现在要跟你讲说什么性格 他说他的 他的老师出名 他以前在台工厅 所以他有台语要100多年的工厅 有一天 有一天他回去跟他太太讲说 他想到台北 去给他学雕科 他说 所以 所以工厅准备收起了 然后 然后 那 家里的大大小小 你就辛苦一点 多担待 讲完了之后 得天就走了 一去台北六女公主 那 他太太要妈妈 要登报 祝贵 让你 说过了 你也知道 所以 你是为了学雕科 一别再安眠 那这位 真实是这样 怎么会没可能呢 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 你可以去打听 所以我们求法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呢 俗后来改变我的方向 就变成了 我就不会有这些 这个我们就不懂得谈这个问题 所以不算人吗 你也莫得良心态 不算人 这位求法 求法 能够哪有眼镜呢 是鲁心自你 是你的心在你 什么最重要 在我家 求必 最好了 不然这样好吗 我到你家坐在家就好吗 所以如果我到你家教你 你会开悟 我不愿意去教你 谁要我到他家去的 举手 你敢举手 我就改变你 你在教你 你的耳朵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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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 你按照我的方向走 你符合我的要求做 你符合我的要求做 有没有开悟 另当理论 你只要能够做到 我所要求的方式 有天我在讨论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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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当晚课 禅心学院 为什么多一课 我现在开玩笑说 因为我们遇上深重 所以多一课 我们现在一课是两个小时 所以三课是六个小时 如果你做得到 我们刚讲说你会不会开悟了 如果你做得到 那我就给你保证 下辈子不会购物商业道 你去那边做什么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有六个小时 都这么做 你要是知道在欧业生态 你也知道吗 所以他还是要有方法 然后自己要精进 然后自己要自我对要求 要自立 所以我才会跟草屯班的学生讲说 你最贏了 所以你自己去选择时间 你若要起来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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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起来 拜托 三课是要跟他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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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午课 午课做完就可以下午 那做晚课呢 所以住宿不用钱 明天要当煮店牛奶 所以我们做两个小时的功课 就拜托三个小时 宋经拜托三个小时 打坐一个小时 我们现在都是这个样子 我去搜尽的期间也是要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过去是 释迦摩依佛 他为求法的一个顶部 那我们去讲这一段 所以为什么这一段 对我来影响很大 大家今天之所以读经典 不能够录录那是什么 那是从来没有好得去思维 思维经典里面 他真正的内涵 但是读会有时候够有经典里面 真正的内涵不是叫你 你的思维思维 就是里面有 有个四句句 就是一句话 这一句话 可能他就会让你开悟 就可以让你渐气 但是你都从来没有去思维这一句话 那读会呢 那我们从这一句话 那我们可以讲吗 你人生怎么修行 也没有离开这一句话 那各位呢 那我们先来看 各位我现在所看的 不是我解释的 我自己听得不好 我现在所讲的就是说 修行 各位出行无常 这四个字是真理 你不是要真理吗 各位我告诉你 真理就在这里了 不用说去读什么 去读德学啊怎么样啊 找了一大圈 还不理解什么叫真理 主位 这四个字就是真理 难道你有疑惑吗 那叫真理呢 事实上所有一切的事情呢 都只有在变化 那不就是要真理 好 这叫出行无语 那是为 你的真理已经摆在眼前了 但是你听到什么呢 你感动了什么呢 或是说呢 你能够像西徒 西徒比一样呢 增结意气 剔泪悲气 有没有 所以如果说 一个人一心 找出这一个真理 有一天 有一个人告诉他答案 他一定相当的感动 但是对一个人 从来也不想找真理的人 你要想答案 他也不是一个表情 哦 哦 差不多这样 所以大家今天来这边 你想来听天主谈 你在讲什么 这个哦 没有这种心 你应该说 我是来追寻中理的 所以你用这种心 来清课也好 去谈修也好 你一定能够有悟处 那如果你想说 那这三天这三天 这三天走走 各位 各位 你又不是去观光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听到他在说什么 各位 不要这么心态 各位就像什么 就像以前我不明白生命是什么 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 生命是什么 各位 各位 我一定很感激他 我真的一定很感激他 但是呢 对 你又有人告诉我 所以我们自己就需要用根深入经上 来得到答案 那你就靠你自己来 所以这一句话是真理 好 但是各位 既然是真理 你今天在学佛法 法是什么 法就是真理 回头告诉我们说 要依教风行 依法修行 那你就依据这个真理来修行 这样你不知道会要修 不然我问你 不然你怎么修 你要依这个法来修行 这个法你一定要懂 因为你在学佛法 法不懂 那你所学的 都是偏差的 你所学的都是凭空想象 要该修 用你的意思 用你的概念去解释佛法 那各位 这个你就在家里面自己想就好 各位各位 那这个真理是什么 他告诉你 所有一切一切的现象 都是生灭的 他告诉你一切一切的现象 这位 人是指地路去生灭的 过去 现在 未来 是生灭的 任何的时空 任何的空间 是生灭的 外面的世界 泛物 是生灭的 你的身心 是生灭的 你的内心所产生的 种种的概念 亦是生灭的 各位 我记得我问你 你可以从我刚才所讲的 可以找到一个永恒的东西吗 你应该找不到 所以 一个觉性很够的人 他当下 他就不会 他不再执着 各位 他不再执着 他有什么好执着的 各位我问你 你哪有一物可以执着呢 你在执着哪一物 那还有哪一物呢 是有人不变的呢 如果是有的话 你执着 没有人会怪你受 这样是不对的 但是 各位 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除了什么 除了你否认他 但是你否认他 你要什么 你要举例说明 你要谈出证据 你谈不出证据 你要不愿意放下 那这位 那你不是自讨苦之吗 你不是只是 一直欺骗自己而已吗 我当中讲的 明知相输苦 又何必苦相输 你请你 明明知道一切的东西都会变化 你又何况呢 何况什么 何况在变化的过程当中 去领悟到天行见经理不想不喜 去领悟到日新月异 去体悟到不断的提升 不断的精进呢? 对 而不是用一种错误的看法 对,然后去解读人生 所以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他既然是生命的 事实上从这八个字我们来谈 我们现在所一切的痛苦 你就当灭尽了 各位,后面的东西也不用去谈 你今天所有一切的烦恼也好 心思也好 心结也好 想不该的问题也好 恩恩、孕悦、爱恨、情仇都好 它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说,有时候不用讲很多 你要分起决限 一听你就懂 你只要一听你就懂 所以各位,有时候你说吗? 不是佛法真的很深吗? 应该这么讲 你迷得很深 不是佛法很深 那佛法 你说很浅吗? 各位 各位,眼前所看到一切法定是佛法 随手可得 一花一世借一夜一如来 对不对 哪一个地方不是佛法 对 那佛法要到哪里去追求呢? 当下全部都是 所以,你这三个字 你要用在哪里? 这三个字 请你静静的把心静下来 你可以从小一直回想到大 哪一个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可以从你看到你的家人 从你的家庭 变成一种放射重的 展现到一个团体 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 一个世界 一个宇宙 哪一个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各位,当你静下来的时候 你不见得要攀腿打坐 你静下来,你可以这样的思维 但你眼睛张开之后 各位,你观察 所有人 对不对 这世界的一切 纷纷恼恼 红尘滚轨 一切的耳于我上 一切呢 对不对 人世界呢 所有的互动 哪一个不是这个样子 不论给你故意 不论别人给你利 不论别人在称赞你的名 各位 哪一个不是这个样子 一个对佛法相当懂的人 所以你想要迷惑他 那很可能 你想要打击他 那很可能 有什么东西可以打 各位,就像有一个人 对 学了那个 罗道呢 九段 一天到晚在打虚空 各位 你在打虚空 如果我能够领悟什么叫虚空 你打虚空 所以 他总会觉得怎么样 只是什么 只是 只是 对方累而已 谁会累呢 对谁会累 也说 如果一天到晚讲 他来说坏话 他很累你知道吗 我看的人就倒 看的人就倒 看的人就倒 你看他疼吗 实在是很疼的 对方 所以你知道还是要告诉他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都正心我对你无法教 真的我对你无法教 好,我真的這樣擠擠擠擠擠,我是來不得理 那各位,那最經史,最佩服的真實的生意有嗎? 擠擠擠擠,全是人不知,真是 所以你看,這重心就是這樣 它不往物的那邊去,它只是往你的一直去 這可能一個開悟人的心,叫做不可思議 一种你一个人的心 也叫做不可思议 你又很难的理解说 我爱你来很难的 真的是很难理解 他还没听 所以你用这样去观察 你渐渐就能够体悟到 各位 让我现在主力说明 因为我已经讲了 我已经把答案给你讲了 但是呢 可能叫你去应用 可能你会用不上 那是很奇怪的 叫你去应用 你为什么会用不上 那是很奇怪 我觉得这很奇怪 那各位 那我刚讲好了 你现在眼睛所看到的一切 你过去不懂佛法 纵使你学佛法也没有进入状况 所以你过去所看到的只是一个什么 一件事情 一个状况 或是一件事情的延伸 但是你今天所看到的是华 我是看到事情 是看到华 我去去说明 这个时候 我今天看到你来了 又看到你走了 这个是事情 各位看到华 不是这样的 我今天看到延伸了 我今天看到延伸了 这不是事情 我看到华 我今天看到那个人对我很好 经过一段时间 那个人就是我不好 他甚至呢 对 反而重伤了我 反而毁荡了我 反而破坏了我 反而他被跟我荒目成仇 那各位 如果你看到的是 你的内心一定很痛苦 所以就像呢 有一个孩子 对 孩子呢 不懂得呢 孝生父母 果立父母 父母 父母心 难道呢 对 不痛心疾首 而 而感觉到呢 对 人生是在不懂 那是为 你这样看人生 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承受不了 各位你看到好是什么呢 今天不是看到一个朋友对我很好 我今天只看到那个人生 但是他有一天对我好 他会消失 不论他是什么情况 他一定会消失 不论他什么情况 不论他背叛我 也叫做消失 不论他对我冷漠 也叫做消失 不论他引起别恋 也叫做消失 纵使他在我身边 纵使他在我身边 他有一天也会死亡 也叫做消失 所以我只看到他的严灭 我没有看到痛苦 我没有看到仇恨 我没有看到人心的险恋 我没有看到那类 这个五着二世的众生 为什么这个样子 那是为什么 我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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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那我问你 你现在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哪一件事情 你没有活在华裔当中 如果如是这样的观 你对诸行无常是生命法 你会生起正见吗 我不相信 你一定呢 很快的时间 你就会生起这个正见 来看待这个世界 来看待自己 你很容易建立这样的华裔 相当的清楚 而且呢 一点迷惑都不会 那所以打坐呢 打坐呢 倒不是这个样子呢 所以 你现在想打坐了 当你坐在土团上的时候 这叫做阴言神 当你下坐的时候 只不过是阴言灭而已 所以跟子上坐 跟下坐 当你呢 对 打坐坐在土团上 对 当坐下去之后 生起的妄想 是会害怕什么妄想 这只不过延伸而已 生起妄想 只不过是这个样子而已啊 我看到的话 我不害怕妄想 这个妄想呢 会消失 不论它 用各种条件 各种因素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消失 它一定会消失 我举一说明 当我生起妄想的时候 假设我用对峙的方式 这妄想也会消失 当我不用对峙的方式 这个妄想呢 一段时间当中 它会转换另外的妄想 所以此妄想呢 也必然 会消失 当妄想呢 生起的时候呢 我记不对字 对不对 那我呢 我记得也不被它牵着走 妄想 是前面 今面 后面 面面不分 所以它必然而已无 所以妄想生起呢 不如各种方式消失 我都知道 它缘绵了 所以我又何必害怕一切的妄想呢 所以你不是真的打着 做下去 当下你就定了 你还需要等什么呢 还是需要你念佛半个小时才有病呢 还是需要拿着你所习 所的一个小时才能得病呢 还是你需要各种方式来让你定呢 一个对礼物相当清楚的人 他可能不借助那个任何的义法 他就别定 所以长门呢 它是属于什么 无法之门 它明摆这种道理 它很清楚的明摆 但是 所以 你真的懂礼物的人 很轻松 不懂礼物的人很痛苦 黑白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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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得很痛苦 那是因为你不懂礼物 你不懂你为什么不问呢 所以 以后十年 二十年 那是为了广内同学修行 四五十年的人 大有人 但是他在修什么 他都是听人说 但是他 但是他读的经呢 他读的经都很好 他为什么不能够记录他 对 经义告诉你的答案呢 一看经义 一看了就去路了 你真修心了 你真懂经义 你的修行一定跟经义一样 而且经义呢 时时刻刻在提醒你 所以 你的八十田中 应有正念 你说 什么叫正念呢 之外很简单 如果 你能够把心中的含义 输入到你的八十田中 你的八十田中 自然有正念 自然产生 所以你在各种的情形 各种的状况 你的正念都会生起 这个就是 这个就代表说什么 一个人对经呢 他是这样的 来了解经义的 而不是读经 或是去读解经 而是他把经呢 用在他的心中 用在他心的起心动力 用在他的行作作物 用在他的动机以末 用在他的什么 家庭 事业 工作等等 你马上都能够懂他 诸位 这样的佛法 这样的智慧 不是全然的吗 他不是很好 所以 所以我们说 读经 读经 各位 你不要想 假设一记四经记 你不能过去深入之后 那一本经理精通 那还得了 对不对 我们就讲过 还得了 你没有开悟见性 那才奇怪 各位 那你方才就是谈经 哪一段 你能够去用 叫你除信念到的不善心 你也除不了 叫你自尽其义 你也没办法 叫你不要讲别人示灰 你也做不到 那不然 那各位 那我问你谈经哪一句话 你做不到 那你这样怎么可以受用呢 你这样怎么可以受使使使经呢 所以各位 所以我们要受使使经呢 就代表说 这一本经 我们呢 时时刻刻呢 都在用 还是都用得很好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做通打无乱 这叫做 这叫做说通 及心通 如日处虚通 已经通了 通打无 所以八个字 不可以 就很深的感触了 八个字呢 你就知道怎么修行 那如果后面再八个字呢 那就开悟了 马上就开悟了